E-Lite 85T 我之前也买过几款捷博览的产品 虽说谈不上是什么中粉吧 但就产品力而言 却都让人印象深刻 这款E-Lite 85T就是其中之一 像这种分体式真无线蓝牙耳机 市面上同类的产品是多如牛毛 质量也是良有不齐 比如说我是如何来挑选蓝牙耳机的呢 当然是全部都买一个 可以玩笑 我也是打工人 所谓重口难调 我在这里也简单分享一下 自己对蓝牙耳机的筛选标准 以及通过拆解和实际体验 来阐述一下 我为什么会选择捷博览这款 号称软硬件都是行业顶配的E-Lite 85T 一共大家参考 在2000年 丹麦公司GN NETCOM 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蓝牙耳机 GN9000 这家公司短机器低调 但它旗下却有一个在消费者眼中 知名度非常高的全资子公司 那就是捷博狼 当然光环再大也要产品说话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 我手里这款捷博狼E-Lite 85T是灰色 整体看过来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大气的 电池仓外观上粗看特点并明显 亚光质感还算低调沉稳 顶部和底部做了一个小小的凹陷处理 顶部没有logo 底部是有一个气协议的logo 说明支持无线充电 正面是一个捷博朗的logo和一个呼吸灯 背部是一个Type-C的充电接口 表面是内附置材料的涂层 把玩起来 脑子里不由自主浮现出了高级感三个字 可能我描述的有些主观 不过好的设计从来都是多维度的 包括颜值材料手感等等 这部分我认为还算过光 打开盖子可以看到耳机本体是比较突出的 可能是考虑到取出这个动作的便携性吧 耳机顶盖上做了一个区别于机身和电池仓的提亮雾面处理 两种质感的光泽装在一起显得非常有科技感 话虽如此 仅就配色而言应该还是适合大部分人的 提出通风孔的孔径都非常的小 观察了一下电池仓 因为四周也没有螺丝 应该是以卡扣来固定的 放置耳机的位置是用一种软硬适中的橡胶材质 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好的保护耳机跌落时 或者是其他意外的情况下不受到损坏 接下来我们就开拆 虽然看上去严丝合缝 但划开还是比较容易的 10点力向上提即可取出 这款耳机的充电的两个触点 是从主板上伸出来的 断开点持 拧下两颗固定螺丝 这个时候主板好像还撬不动 两边也还是有卡扣固定的 从两侧向内捏住 造成一个微微的变形 就可以比较轻松的翘出来了 这次主板虽然已经翘出来了 但暂时还不能取下 因为这边还连着无线充电线圈 所以先用烙铁断开无线充电线圈的连接 这样就可以取出主板了 主板像是一个风筝一样的形状 这边是两块比较厚的缓冲泡棉 这边是一个护耳开关 通过磁吸来感应用户是否在开合电视仓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泰比斯接口 上面包裹着一个比较厚的黑色密封柜胶圈 下面还加了一圈白色的胶 用来密封和固定 这边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充电触点 电池的接口是在这个位置 背面最中间是一颗来自易法半导铁 带号为STM32L072的芯片 这边是一个发光二极管 也就是前面看到的呼吸灯 这些主要是一些充电的保护电路 这款耳机也是支持快充的 在完全没电的状态下 比如说我吃个早餐吧 大概15分钟 那充到可以用一个小时左右吧 接下来看一下电池舱的外壳 这里有一张比较大的缓冲泡棉 也是比较厚的 其他的缓冲的同时 也能将主板与电池进行隔断 加热以后用工具从底部向上翘 即可取下电池 电池的下方是一个无线充电的线圈 线圈与电池间有两张大面积的散热膜 将其分开 电池上是有一个维码 这么简洁吗 扫了一下发现啥都没有 将电池上方的缓冲泡棉全部撕开 可以看到容量是770毫升 剩下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信息了 现在整个电池商就比较空了 什么元器件都没有了 再拆就很寂寞了 来看一下耳机的本体 耳机当支重量仅为7g 这个硅胶耳套的做工还挺好 弹性也适中 佩戴起来足够无感 像视频中展现的这样 将耳机扭进耳道就戴稳了 戴上或者取下时 也没有因耳压不闻引起的不适 坦率地讲 我有一段时间 对入耳式的耳机 是有一点偏见的 因为戴久了的话 耳道会有一点酸痛 Elight85T还好 不能说完全没有 只是这种感觉并不明显 而且这款耳机很像是私人定制的一样 刚好嵌在我的耳廓上 因为我平时都有边健身边听歌的习惯 即便我在做一些视频中 这样非常剧烈的运动时也不会掉 IPX4级别的防水 也有效阻止了运动时的汗水进入耳机 对类似的这种场景还是比较友好的 先用平刀撬开耳机的顶盖 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的部分 包括这些孔位都包有密封胶圈 和缓虫泡棉之类的 键帽掀开是一个软质的完全密封按键 即便有水渗到这个位置 应该也是很难再渗透到机枪内部 而且这个部分是一体的 接下来我们要从下面拆 用平刀尝试卡入 使了非常大的劲才撬开 打开以后先断开这条排线 这一部分是音枪 其实我觉得这里12mm的音枪 已经是说明了一些问题了 毕竟部分精品的音枪还是各为说 在这个方面接播浪还是给足了诚意的 也用过价格差不多的三星或者是博士 他们音质还是不错的 当然我用的是iPhone 而且可能是我的要求比较高 总觉得他们适配的 并没有AirPods那么无缝 AirPods大家应该都知道 苹果公司明星产品 AKA听得响是吧 部分厂商可能是因为多年装研硬件 产品在硬件层面上 可以说是做的非常的出色 甚至是售前和售后的支持也做的都不错 只是忽略了软件上的配合 很多的真无线来耳机 通常都会配备对应的APP 以供用户个性化的设置 只是落实到实际体验上 大多数APP的界面 包括应用性 都只能说是有待加强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 还是让我注意到了捷布兰的Elight 85T 配合APP中的MySound的听力测试 大约2分钟 耳机即可智能识别到用户耳朵的波段偏好 频率下降位置 以及平衡低音厚度 说人话就是 让你从耳机里面听到的声音 成为你听着最舒服的声音 类似的功能 其他的一些产品可能也都有 硬件的话也是有来有回 但是以我个人的听感来判断的话 光键或许不在耳机 而是我们的耳朵 像这样针对于耳朵来进行定制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可能才是最正确的方向 而且大部分耳机APP中所谓的测试 也只是停留在测试而已 并没有针对于听感做出什么有意义的改进 而针对于捷布兰耳机的Sand Plus APP 在应用性方面 不夸张的说超出了同类APP太多了 界面美光与否是因人而异的 但确实是逐步简洁 耳机控制的选项虽然不多 但非常的实用且符合直觉 像对音乐的预设和情景模式的切换 都是足够无脑的 其实对音质一无所知的小白 也能通过简单的调试 获得满意的最终效果 具体到听歌这种最常见的使用场景 业内首推的算法 HIFI调音的实际表现 我们来听一下 以Billy Eilish的Better Guy为例 可以听得出来 人声没有被粘在伴奏里 非常好 低音的话我个人是比较追求那种 低音疯狂下沉的昏敏感的 所以在我听过来 其实这款耳机调音时有去做低音方面的优化 但就像贝斯里打鼓的感觉 闷的比较刻意 高音部分的话洗脑名曲 Astomia 因为基本全程都是在高频音阶 反复横跳 默认模式下的高音还是比较上头的 不追求刺激的话 APP里调节过后会好一些 不过以上我说的这些不足 相信官方在后续是会加强的 所以这么肯定 是因为前阵子 我看到这么一条消息 说前代产品的Elight 75T 是通过OTA从被动降噪升级为了主动降噪 我想又画个低音什么的 应该是不在画下的 这里是一个卡扣连接着音腔的两条线 音腔外圈是打满了密封胶 我们先把主板翘下来 主板是通过一条排线往下走 这里是耳机的电池 电池还有单独的胶来固定 然后环绕着电池的 是一个塑料的框架 而且跟外部的框架是分离的 我们先将固定电池的胶断开 再用镊子将其撬除 这样整个耳机的电池就取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池 外面的这一圈框架 是用上下的针角来卡住电池的 主板展开之后 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小孔 对应的是背面的两个生化器 我平时电话也比较多 有的时候忙起来更是腾不出手来拿电话 所以我基本也都是使用耳机来接打电话 这款耳机的通话音质也是得益于 双边的4个麦克风的波速成型技术 可以实现自动追踪声源 再配合数字信号算法 最终呈现在通话质量上 不说连气口都听得到 但是和正常握持手机打电话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下面我们来听一下通话的音质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耳机的实际通话音质怎么样 喂 你好 大家可以听一下实际的通话效果 这部分最显眼的是一个屏蔽罩 里面是高通的QCC5126低功耗芯片 背面主要的是一颗带号为D381016的 独立数字降噪芯片 降噪方面高通SoC和独立降噪芯片的 双芯组合 前后双反汇麦克风 11级可控声噪的搭配还是比较给力的 我们也是选择了嘈杂的街道 封闭的市场 步行街 三个较为典型的场景 密集的人声 窗流不息的车噪和风噪 也都是比较考验一款耳机的降噪实力的 实际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得出或者说听得出来 关闭和打开降噪时的对比是比较明显的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上更小的口径 可以更好的过滤风噪 像耳机外观部分展示的 这款耳机伤出的通风孔都非常的小 所以在开启降噪时 风噪是几乎听不到的 人能听到的声音 也没有一般降噪耳机的那种主色效应 咀嚼声和呼吸声在颅腔内的回音都比较小 还是相对自然的 这部分在视频中没法展现 只能说我对降噪的要求 可能跟这种感觉是比较类似的 如果说降噪个人的感觉 仅仅只是把耳朵堵上 可能过于简单粗暴了一点 通过以上的拆解和体验 我们也可以直光的感受到 不论是在这么小的 单支机枪内 塞入足够大的驱动单元 总计多达6个麦克风 配合双新方案来实现降噪效果 这样的硬件层面的努力 还是APP中对人耳的个性化分析 从而得出的最优解音质的软件层面优势 都能看得出来深耕了升学领域150年的捷博朗 或者说GNN的KAMM 正是因为对强悍技术的不断探索 和对消费者需求的聆听 才做出了Elight 85T 这样一款竞争力不错的产品 当然这个不足也是有的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音质方面以外 因为我的需求可能确实比较特殊 或者是强迫症 而且在配对和从电池上取出来的时候 提示内容都算比较正常 但切换降噪和环境音时的提示音 表意不算清晰 初次使用的话容易引起用户的困惑 另外还有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在没有触发任何音源的情况下 偶尔会有几秒低于20分贝 类似于白照的声音 原因暂且不明 总的来说 这款耳机的表现 还是能够满足我大部分的需求的 一些不足和问题 相信通过万物接口的OTA也能解决 那么在同价位的耳机当中的综合表现 也是相对突出的 我的感觉是硬件优秀是基础 软件配合的好 或许也是一个整体的趋势 好了 本期的拆解体验就先到这里 我是江泽宁 我们下期再见